桃花影落飞神剑 碧海潮生 暗欲消 清求长剑江湖客 猎马狂歌 撞山河 金庸老先生妙碧生花 在无数人心中种下了武侠梦 一幕幕江湖上的刀光剑影 爱恨情仇 仿佛就发生在身边这般 今天就跟我一起来看看 网易射雕给我们带来了 怎么样的金庸世界 说到IP改编游戏 最重要的就是对援助的怀源度 射雕无论是对话台词 还是过场界面 无处不在地体现出 对援助的还原以及尊重 优秀的剧情指引设计 无论你是金庸援助粉 隐士粉 或者是从未接触过援助的玩家 都能领略到金庸先生 笔下那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的武侠世界 游戏的画面更不用说 虚幻四引擎打造的大霉江湖 配上国风的司祖管弦 无疑是一场视听盛宴 游戏中与现实同步时间 让你领略故事中的每一刻美景 尘中木骨 夕阳西下 星辰半月等你一同来领略 游戏的主体玩法 仍然让我们感受到 主创团队满满的诚意 自由度极高的地图探索 收集材料和开启宝箱 酣畅淋漓的战斗打击 甚至还能在游戏中学到知识 情急书画 名胜古迹 诗词歌赋 王侯像象 让玩家经验于游戏 还能涉猎得如此之深 江湖 或许在每个人心中 都有不同的定义 运筹帷幄 布下每一局 请君入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